前面是带鱼啊 我的天哪 他原来是这样游泳的 隔了这么多天终于让我遇到了 但是说实话 我还是第一次 徒手抓带鱼 哎呀 跑这么快的吗 他现在往反方向跑 这前面没水的呀 看来这带鱼智商还是挺低的 哎 来 嘿嘿 让我摸一下 有点凶 哎呦 这有点吓人了 我主要是怕他这个牙齿啊 哇 这真的是补锈钢啊 正亮正亮 看这镜头都反光 给他洗一下 看看他原本 是什么样子的 我的天 这也太漂亮了吧 除了他这个牙齿啊 他整个身体都很好看 而且很神奇的是 他这个腹部居然是没有鼓起的 他自己会自行降压的 这个地方还有很多小鱼苗被困住了 就肯定是救不了了 因为这个东西可以做成小鱼干 也是挺好吃的 主要困住的小鱼太多了 根本是救不完的 这边还有很多前面 现在放回大海也来不及了 大晚上的像这种 舌头蟹也能出来了 嘿 看看你是公是母 哦 是母的 这种舌头蟹肉质特别肥 主要还是吃它的肉 它身上是没有膏的 唯一的缺点就是身上的壳太硬了 这种一般都是做成香辣鞋 今天晚上这海兔好多 哎呀 这家伙会咬人的 哎 吐墨了 很神奇啊 它这身上是透明的 然后也不知道它这个墨水从哪来的 白白的 这个没反应 这个身上好像有点黑 哎 我看到墨了 有点凶 哦哦 看到没有 突然身上就黑了 呀呀呀呀呀 这打起来了 像这种小海兔特别特别凶的 它这爪子底下是有牙齿的 你走开 你只要碰到它这个须子 它直接来一口 很深嘛 但像这种小海兔吃起来特别鲜 只要活的和死就是不一样 口感也不一样 嘿 这俩又打起来了 直接粘住这个堆下了 好玩 给大家看一个东西 正在吃饭的宝宝直接滑走就行了 这个地方 它的舌头 头皮犯马 就是我发现每一条鱼 它这个舌头都是 跟这个海狮子寄生在一起了 就直接成为一个主体了 它代替了它的舌头 然后它养活了自己 就是共生的关系 啊 是在动吗 我的天哪 完了 今晚没食欲了